我们的节目里没少讲太空题材的腕表 下面是三个太空腕表的对话 操吧 我拯救了一次返回舱危机 太空漫步 我用的是航天材料 HakutoR航天器用的是我做的零部件 腕表刘星利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刘星利 深度参与太空传奇 西铁城全新推出HakutoR联名限量版太空腕表 航天表 从本格航天表 复刻最终都要成为主题腕表 因为航天器的包括计时在内的各种功能越来越完备 对付黑天鹅也越来越不指望的腕表了 为什么现在仍有表场推出太空腕呢 就是因为传统的符号和技术文化的象征 航天表依然有存在的理由 腕表是个很传统的行业 到今天几乎所有腕表上的创新都来自更先进的行业 比如航天 但这次西铁城却凭借自身实力 向更先进的航天事业输出了自己的独门秘技 舒伯泰确切地说 日本航天器的某些零部件是西铁城制造的 这个航天器就是HakutoR 这款表就是下面我们要说的 西铁城HakutoR联名限量版 说了半天这个HakutoR联名限量版 这Hakuto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我问了一下我的前女友 她说Hakuto就是白兔的意思 所以属兔的朋友或者男友属兔的朋友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航天表从初代目到21世纪最新款 始于欧米加的超霸最早是手动机身的 当时NASA通过盲品选定超霸为登月计划的备用计时 这有点像军队里的塞的二码手枪 初代目航天表一表多能 可以胜任舱内表工作表舱外表 超霸成为登月表月球表 总之是登月主题头部万表 其实多家品牌都有航天表 第二代航天表除了分段计时 还有特种计时等功能 按照使用场景做了细分 比如舱内航天表 舱外航天表 还有工作表 不过航天表基本上还是初代目的样子 作为备用计时器 具有分段计时功能 也就是马表 手动或者是自动机身 仍属于传统万表范畴 而且都成了主题万表 新一代的航天表 以前的功能全有 但跟前面完全不同的是 技术回收或者叫反补 用自身技术参与航天器的制造 既不是本格航天表 也不是复刻 而是一种超级航天主题万表 唯一的悬念是 日本将来如果开展载人航天 航天员带的表将是什么样 那么 吸填成Hakuto 2的联名限量版 跟前面有什么不同呢 除了前面讲到的功能外溢 还有很多技术细节 比如表壳的雕塑造型 精密的缩微技术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传统万表上很少听说的 毕竟很少有表厂能给航天代工嘛 表迷朋友对五级泰这种材质应该不陌生了啊 很多善于玩创新的品牌都用过这种材质 五级泰很多性能优于刚 但是加工难度很大 相对稀有昂贵 很多文表以使用了五级泰为傲 而且得意的说来自航天领域 但这次西铁城却说 我们为月球着陆器和月球车提供采用西铁城 舒伯泰技术的零部件 说白了就是航天器用我们的技术和零件 这对于万表品牌是莫大的荣誉 大家一定以为西铁城是一家表厂 这个判断不能说不对 只是有点不全面 西铁城集团有四大支柱 其中有万表还有机床电子等等 1970年西铁城舒伯泰万表一炮打响 最近曾经受登月启发而诞生的舒伯泰 再次回归太空用于商业探月 为人类探索新领域做贡献 为庆祝与iSpace公司 就是负责HagutoR探月项目的公司 西铁城推出了两款舒伯泰材质打造的 HagutoR联名限量版万表 越海和越背 秀一下这种独特材料的发展 也秀一下品牌对尖端技术的执着追求 这种舒伯泰材质的万表 不导致过敏比钢轻巧 同时极为坚韧抗压耐服食 要不然怎么能做探月任务中 月球着陆器和月球车的零部件呢 这两个外表上有一种工艺叫雕塑 最早出现在高颜值汽车的设计上 汽车板筋制造水平的提高 让雕塑成为可能 话说当年劳斯莱斯也想用这种手法 但是车壳厂不支持啊 这款表舒伯泰表壳和表带 营造出雕塑般的轮廓 航天器都能造 表壳的雕塑有什么难的呢 唯一的难点就在精微 万表讲究缩微和精巧 而西底层集团的支柱业务里就有精密制造这一项 这不光是服务万表行业 更尖端的领域都用得上 下面咱们上手试带一下 西底层哈孤特尔联名限量版万表 乍一看这外形 你会以为这款表是超霸的 经典的马表造型 两个计算盘 的确是一块地地道道的即时表 它的外观打磨是西底层特有的表面处理工艺 这个月海采用了DLC 也就是类钻碳黑色效果 和MRK Gold金色效果 两种工艺 太空表怎么能没有月亮呢 月海在表盘上营造出月球表面的光影效果 暗黑主基调的3D式立体表盘 配金色的外圈 有点像耗月当空 还散发着无穷的月之光滑 跟传统外表一样 六点位置 小表盘用的是天然珍珠贝母 44毫米直径 荧光指针刻度 大日立 白天和黑夜均可清晰变毒 传统外表有个局限性 越大盘越自觉 那就是表壳不能随意往大的座 一看后背 小马拉大车 那不成 所以超霸的尺寸 永远停留在42毫米以下 没办法 机芯尺寸摆在那 如果你想带大一点的 具有技术感的腕表 那么这款月海是不错的选项 大有大的道理 一方面是光度能的原因 另外也是便于展示表壳的这种雕塑感 吸填成Hakuto AR的联名限量版月海 复杂功能 该有的都有 但超乎你的想象 一款比较牛的机械表 你希望的复杂功能 比如说闹铃 双十区 二十四小时 世界标准时间 月海全都有 机械计时表 通常能达到计时精度是十分之一秒 比如说真理石的Alpermilo 月海的计时精度达到了二十分之一秒 这月海还有万年力 当然你也知道 让一款机械机芯干这么多活 要么变成怀表 要么是天价 月海所有的功能都归功于 吸填成光动能卫星对时的F950机芯 接收GPS导航卫星发射的时间信号 可以在三秒钟内完成时间信号的接收 特别设计的表底盖上面画着Hakuto AR的登录器 由透明树脂加喷墨印刷 中国限量发售50枚 很有收藏价值 咱们再看一看 吸填成Hakuto AR联名限量版月背 这不就是一款月之暗面吗 这个设计风格 柔和了坚毅果敢的技术型外观和浪漫设计 说实话 当初敢于绕到月之暗面航行 也是靠巨大的勇气 甚至说浪漫 咱们不是一直相信月球上有嫦娥吗 说不定能在月球的背面找到 按说这个题材应该用神秘的陨石 但是如果细节层的表都用陨石做表盘的话 估计宇宙的陨石行情会暴涨的 这根表用的是分层喷墨印刷出三维立体的月球图案 表盘上以金色勾勒出两个小表盘 一个是功能盘 一个是电波信号接收结果显示盘 如果你是计时表的发售友 你一定知道 机械计时表有一种很漂亮的表盘设计 只保留12点和6点两个小表盘 动感而又简约 这个月背的9点位原本是24小时指示盘 但是隐藏了轮廓设计 让整个盘面化繁为简 呈现出平衡之美 我猜这款表的设计师 也是机械计时表的发售友 要不然怎么能设计出这么漂亮的表盘呢 调定石标增加了表盘的纵深 石标顶端和指针均附有荧光涂层 保证了意读性和清晰度 那么月背这款表准吗 应该说精准度对于Hakuto2的联名限量版的两款表来说 那都不是事 月海是卫星对视的 万一哪天卫星系统出了bug 这不是还有电波表的吗 月背用的是另外一款机信 细节成H800光动能电波机信 所有必须的性能应有尽有 不怕最挑剔的玩家 比如电量不足警告功能 剩余电量等级显示 光动能节电等等 把复杂留给自己 把方便留给客户 月背的操作也是简单易用 兼容性极强 不然的话真怕哪个急脾气 一生气把万表摔了 简单的 只需要轻松的旋转表怪 就可以选取各项功能 这款表 表底应有激光打印的Hakuto2的标识 中国限量发售100枚 那些在境外观察中国市场的朋友 这里给你们提供一点情报 这个月背的价格是15800 这个月海的价格是24800 系列成Hakuto2联名限量版 这两款月海和月背 今天就介绍在这里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再见